一尘归你了 OK 各位同事 关于这个项目能够顺利拿下 王泽亚 夏雪和张凌峰三位同事 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公司决定 任命这次项目小组组长王泽亚 为项目部总监 夏雪 张凌峰 你们两个就做王总监的助手 我相信公司有这样的同事 你们的业务会越来越好 众志成成啊 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协作的结果 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们恭贺王总监 恭喜王总监 对了 这样 我觉得这次项目 林峰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是 林峰在项目的推广方面 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得到了客户的赞许和肯定 所以我觉得 这个 都是王总监领导有方 这夫妻档的凝聚力 是超凡的 那这样吧 晚上的时候都到我家里头 咱们举办一个派对 敬证一下 好啊 好 那美女 留不微信你来 那我就给你们货金太阳末 来 真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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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挺热情的 其实 我就是 觉得 他比较有的挺好的 走吧 我们也 在那儿更好 是 谢谢 我相信一下 下雪 喂 好 下雪 咱们在一起正常时间了 嫁给我好朋友 没那么多伤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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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哀哀 哀哀 請慢用 謝謝 好漂亮的果盤啊 你怎么在这 我 我今天刚刚搬过来 没你什么事了 这谁啊 就是啊 这谁啊 气质看起来还不错嘛 他 他叫我爸一朋友 来来来 喝一个 喝一个 知道你家大 没想到这么大 还好吧 你赶紧的吧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这气泡也太美了吧 怎样 我想试试 这有什么呀 走走走 快下去吧 都在那等着呢 依娜 你看好不好看 好看 住手 这是我外婆生前留下的衣服 生前 死人的衣服啊 这衣服好漂亮啊 这么不吉利的东西 都往我们家拿 请你们出去 走 走 早雅 我先送念大姐回去了 嗯 你们先回去了 嗯 你们早点休息吧 那行吧 走了 回头见 拜拜 上 小心啊 小心啊 嗯 嗯 你看 今天只是弄的 是因为那件旗袍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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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上去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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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诚不错 先生 车给您备好了 舟团长刚才找人去你呢 我今天必须要进点程先生 喝茶饮我就走 不是 这儿真不巧 程先生有事出去了 壮容也不行了 要不您 真的是对不住您大驾啊 我买的你这儿最贵的花篮 五块一元的 一面也不得见 不太合适吧 真对不住您了 要不您明天再来 程先生 壮容真的谢了 天下堂子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我的花篮 最贵的花篮 花篮给人家退了 再赔给人家五块大洋 别亏了人家 泽雅 嗯 今天你冷冰冰的样子好可怕 如果以后有一天 你不喜欢我了 你会不会也像这样 不会的 你是我喜欢的女人 她是我讨厌的女人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嗯 她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后妈了 嗯 是年轻又漂亮的后妈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她一定来这不善 肯定是奔着你们家的财产来的 对不起 我以后我们要是结婚了 能搬出去住就好了 我怕跟她相处不来 你也知道 我跟陌生人不会相处 你不喜欢这儿吗 可这毕竟是她和爸爸的家呀 不 这是我们的家 这是妈妈生前住过的地方 这只适合住 应该住的人 哎 那她是做什么的呀 你从那个留声机放的曲儿 你就应该能听出来 唱平弹的 她是细子啊 我觉得她那件红旗袍还挺好看的 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 不谈那些不开心的事 那么晦气的件衣服 对不对 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新娘了 要呢 还是恕 didlar 所以我和她餐延后 到他的手机段 将来不需要 和她地方在满市場 那老子多好 这么安装 老子 过去我们了 陌生 乔 甚至比 distance 程小姐 周团长昨天接到紧急任务 昨天晚上连夜就走了 团长特别叮嘱 让小姐安心养胎 等她回来 再跟你完婚 紫雅 我总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不会吧 真的 走 看看去 谁 我 你不是回家了吗 怎么还在这儿 把手机忘拿了 没敲门 怕打扰你们 我先走了 这个张林峰 喂 雅如 我今天晚上要晚点回去 公司这边的事情还没忙完 让你受委屈了 一天搬过来就没有在家陪你 没事 你忙你的 早点回来 好的 你也早点休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雪 下雪 来 坐下 坐下 多少 好운 脱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就穿着捡红旗袍 你去跟别人捡婚吧 华丰大厦的这个项目 为什么迟迟都不能推进呢 据报社人的情况 华丰大厦那边 人事变得比较大 然后对街上很有问题 那这样 你跟夏雪去一趟华丰大厦 看看我们的项目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好 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去办 OK 小如啊 给泽雅打电话 好 怎么还不来啊 我爸 喂 老爸 你在哪呢 你和小雪在一起吗 是啊 怎么了 中午回家吃饭吧 今天我跟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鱼 你好 这边请 好嘞 知道知道 喂 喂 挂了 你挂了 快坐吧 快坐吧 好 再见 好 再见 哎 夏雪 今天项目谈得挺顺利 也该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 刚才爸爸打电话 让咱们回家吃 我就不去了吧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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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王总 刚才那个项目 还要再跟您沟通一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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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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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下雪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下雪呢 突然有事不来了 别放香菜 怎样从小不吃香菜 不吃饭了 臭小子 不理他 我们吃 来 要是坐 来 这气泡也太美了吧 这是我外婆生前留下的衣服 生前 死人的衣服吗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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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 下雪 来 过来 过来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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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姐走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看你脸色多差 你怎么回事啊 我 我 我好害怕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要一看到 那件红旗袍 我就好害怕 我 我闭上眼睛都是那件红旗袍 我 我不敢睡觉了 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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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件衣服 别害怕 有我呢 你鬼哭狠吼的喊什么喊 子洋 说什么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她又不是我妈 我妈早就去世了 她来我们家 就是为了我们家财产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子洋 你怎么说你误会我了 误会 你那件红旗袍不吉利 你知道吗 它是死人穿过的 它很晦气你知道吗 你也好意思 把它带到我们家里来 我告诉你 夏雪现在睁眼闭眼 全是那件红旗袍 它要出点什么事 我绝饶不了你 好 一句提上 永不飞 阿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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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唱腔 有哪位大爷打赏啊 我出十块的 阿洋 好 郑爷赏十个大赢 谢谢您 我出二十个大赢 好 郑爷二十个大赢 五十个大赢 郑爷赏五十个大赢 谢谢爷 谢谢郑爷爷 我出六十个大赢 好 郑爷有个大赢的 我出一百大赢 郑爷加到一百个大赢 谢爷大赏 走 周团长 赏 江宁之灶 玉赏云锦 千语红点翠 红旗袍一见 滕小迪先生 谢周团长大赢 我本以为 平淡就是我一辈子的命 可我自从遇见了你 我才知道 原来你才是我的归宿 这件旗袍 是我外婆留下来的 它是民国时期 唱平淡的命令 我母亲也特别爱唱平淡 可她这辈子都没从事她爱的职业 所以我在心里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把我母亲 完成她没有完成的心愿 我一定要把平淡唱下去 我也要穿着这件红旗袍 嫁给我心爱的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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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好 帅哥 嗯 跟我一起跳舞吧 嗯 走吧 有个人多没意思啊 好 啊 谁啊 谁呀 你的快递到了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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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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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进 哪儿还女孩 是个千金 母子平安 走吧 是个女孩 喂 喂 泽雅 你跟夏雪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俩怎么都不来上班 昨天晚上喝多了 没起来 不好意思 那夏雪呢 她也喝多了吗 夏雪也没去 没有啊 我跟你说 现在夏雪状态特别不好 那我现在给她打个电话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小姐 小姐 坐好了 我自己打电话 你把她打电话 别管了 你披露了 你把她打电话 你狠狠就要个人 你不是骑鸡 我就是骑顺 你不是骑顺 看到她的手机 她今天就不会出事了 泽雅 现在耽误之急 是把夏雪找的 对啊 再等等消息吧 去哪儿找我 喂 泽雅 你快去精神病医院 夏雪在医院呢 在医院 走 去医院 去医院干嘛 走 她没有病 我看你才有病 她被送来的时候 确实是胡冤烂语的 我们给她打了镇定针剂 和心理安抚 现在她安定下来了 所以 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不必激动 你们能别吵了吗 泽雅 带夏雪回家 夏雪 没事儿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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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也不早了 我和 Nina先回去了 你好好照顧她 夏雪在有什麼事 我找你算賬 不哭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昨晚我收到了一個快遞 然後我打電話給你 但你沒有接 你到哪兒去了 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這段時間 咱們倆剛吵了架 那天已經莫名其妙地打了我 還要下來那些破事 我就去酒吧了 我也想發現一下 對不起 對不起 紅 紅 紅旗袍 那個快遞是個紅旗袍 好 這一定有問題 夏雪她最近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今天為什麼穿那件紅旗袍呢 難道是那件紅旗袍 怎麼了 張霓鋒你嚇死我了 你包我拿了 謝謝啊 那我先走了 走吧 拜拜 快點 讓我看看 你去搜尽 你回家 好嗎 謝謝 有嗎 有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你想去哪儿 我要去万福山 我要去万福山 好 你说去哪儿 我就带你去哪儿 啊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外婆 今天你爱吃的香蕉买霉了 我给你买了几个新鲜的桃子 你别怪我啊 昨天晚上 我又梦见了你那段 那段经典的长枪 让我泪流满着 可是醒来的时候 有些调子有些模糊了 要不然 我上给你听听吧 睡觉尽一匹椎子呀 你小子也真行 昨天晚上去潇洒 也不把我叫上 叫你干什么 你不是在那儿玩的吗 干什么 我要找周团长 走 你再不走 我对你不客气 什么事 你还是快回去吧 别在这儿痴心妄想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 这么客气跟你讲话 下次再来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还快在这儿 你不知道 你真的罢了吗 呢 你看这件旗袍多美 你觉得我穿上它会漂亮吗 你怎么回事 快把它扔了吧 不要 我扔了它 不要 我喜欢它 多好看呢 小雪 你 你没事吧 泽雅 要不你先回去吧 干嘛你让我走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多想 只是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还是在这儿陪你吧 不用了 真的没事 你看今天你都陪我爬到一天的山了 现在肯定累坏了 回去好好洗个澡 早点休息 明天再来看我好不好 我还是不走吧 你走吧 真的不用担心我 真的不用我陪 快走吧 拜拜 好好休息 嗯 路上小心啊 嗯 拜拜 走了 回来了 爸 还没睡啊 坐会儿 陪老爸喝两杯 嗯 嗯 晚上我想和你好好地聊一聊 我一直在等你 其实这个事儿 我已经说过六七次了 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 今天呢 是我想心平气和地 认真地说一说这个事儿 是这样 我先说 关于亚洲这个事儿 我觉得是二选一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亚洲才比我大几岁啊 还有跟您差多少岁啊 你们怎么可能会在一起 你们怎么可能会在一起 感情 真的在乎年龄吗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 我从第一次看到亚如 在台上表演 我就知道 他就是你老爸 能一起白头偕老的人 他是干什么的呀 他是戏子 我也了解 最近这几年 他们这一行有个警戒 他不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出路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亚如好几次跟我提出 要签一个婚前的财产证明 她绝对不是这么物质的女孩 你签了吗 不是 你签了吗 她就料定你不会签 如果现在 你跟她提分手 你的麻烦就来了 你看吧 那些 什么精神损失费啊 各种赔偿啊 就都找上门了 那她如果不要呢 如果她不要 我就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这次呀 我们去雪野湖 我订了最好的酒店 咱们呀 一定要好好玩 还有皮划艇呢 直升飞机 什么都有 还有你最爱吃的美食 都有 还有美食节 好 是不是 又有送快递的来了 我去看一眼 别害怕 开门啊 你们来了 泽雅 怎么样 好点没 今天不错 状态挺好的 收拾好了吗 咱们走吧 稍等一下 我去收拾行李 好 别放他们来了 咱们准备走啊 我把箱子收起来 走吧 来 慢点 把鞋子穿上 夏雪 给我吧 走吧 泽雅他妈离开我们十多年了 之后遇到了你 是你让我再一次知道了 什么是爱 真的 真的很感谢你 鸿敏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懂了 我懂了 你是不是想说 其实咱俩不合适 我想 要不咱们 还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好不好 其实 我该回去收拾东西了 太晚了就没车了 好好玩 不要还跑 我坐这儿 你坐那儿好 好 起来 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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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歌唱 杨茜 好玩吗 好玩 我估计啊 李飄和妮娜在餐厅等咱们呢 走 走吃饭去 好 好 谢谢 给 一娜给你 谢谢 我的呢 夏雪 你今天状态不错呀 我本来也没怎么样 只要 我 不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别胡说八道 人身自古 谁我死啊 你什么意思呀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了 他最近对我 我都说不上来 你们俩是喝多了是吧 咱们这个团队一向京城团结 亲入一家人 你们俩这事要干嘛呀 我没喝多 也不知道谁喝多了 吃饭吃饭 来 吃菜 我看了下报表 怎么今天咱们的那个 业务量下降那么多 对 因为现在这些业务吧 我觉得跟以前比 可能相对比较少 确实是 而且经济形势 确实不太景气 嗯 这可能和 今年的金融危机有关系吧 是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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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下雪怎么了 来 下雪 下雪 泽雅 对不起 我一直喜欢红色 郑泽雅是我妈给我买的 而且我今天忘了 下雪的精神 下雪要是有什么事 我绝找不了你 左亚 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句公道话 张立峰一直在帮忙哄着下雪 她是你的下属 也是你的兄弟 都是无意之故而已 都是无意之故而已 这儿是我的天啊 哎 谁也不想发生的事 你可说肯定是不想发生的 是不怕的 你可肯定是不然的 你可肯定是不平的 是不平的 是不平的 很不平的 是不平的 你不平的 怎么想得下雪 你都感到哪儿 dressedía 准他醒过来 你们继续给他做一下心理辅导 好 给他看一下心理医生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他吗 可以 好 来 张嘴 再来一口 泽雅 你也别太着急了 下雪她一定会没事的 没事 对了 下周二 也就是后天 我过生日 这段时间忙得 都忘记你生日了 生日快乐 谢谢 我想约一帮好朋友 去我郊区的别墅聚聚 你把下雪也带去吧 咱去带他散散心 好 没问题 我一定带他去 对了 林峰也去吗 他呀 他都不敢来见你了 我觉得 你还是把他叫过去吧 然后给他道个歉 那天 我也太冲动了 好 嗯 开 下雪 怎么样 下雪 王先生 咱们这一步说话 好 霓娜 你们先到我车上去吧 等我啊 好 走 等我 来 走 嗨 请坐 医生 你说吧 是这样 你太太的潜意识里 经常会出现一件红色的旗袍 好 而且是他非常害怕这件东西 好 你像类似红色的衣服啊 物品啊 他也非常恐惧 所以说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尽量避免类似的东西出现 还有就是以后多陪陪他 没事陪他出去走走散散心 这样有助于他慢慢地淡忘这些东西 具体就是这样 行 那我知道了 谢谢大夫 好 不客气 我太太太 あの人 明镜 我太太太 你惹你了 会吗 你不客气 我本不客气 你不客气 你会要有什么 我同志 就会有什么 你知道嗎 左葉 下雪睡下了 睡了 坐 讓你跟我們忙活了一天 不過 我老覺得下雪這件事情 沒那麼簡單 並不是那件紅旗袍 有什麼樣的晦氣 尤其是那個快遞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你今天這麼一說 我還真覺得 好像有一個人在幕後 操縱這一切 可這個人會是 誰呢 說不好 會不會是 張麟鋒 像 又不像 別亂想了 天色也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行 辛苦你了 今天 嗯 你照顧好夏雪 記得禮拜二帶她來我的生日會 好 好 這邊請 嗯 請 我特別高興你們倆來的 簽家我的收入課 你也想到今天公司 來了這麼多的故事 我特別高興 今天講公司經營業務做得也很不錯 我也希望呢 你們能再接交一會 和公司的業務做得更大 更貴乏 好 那我們大家一起加油哦 一會兒到裡面親情地喝 妞姐 依娜 生日快樂 謝謝 下雪 老闆 我的禮物 要是下了我雪本了 生日快樂 谢谢 泽亚呢 泽亚说她有事 让咱们先别等她了 我就把夏雪先带过来了 好 那先进去喝点东西 带夏雪进去喝点东西吧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切蛋糕吧 好 好嘞 妮娅姐 来来来 大家快点快点啊 人齐了吗 人齐了吗 好 别大可了 让我们一起为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妮娜姐 唱首祝福歌好不好 祝生日快乐 谢谢 祝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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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猜一下啊 妮娜姐 许的什么愿望 一定是早日让自己 找到如意了 这事靠谱 我还待这儿呢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party 我今天特别高兴 主要是我的好闺蜜 也是我最勤劳的下属夏雪 她状态挺好的 我替你高兴 我许了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夏雪能够早点好起来 跟泽雅相亲相爱一辈子 第二个愿望嘛 就是希望我也能找一个像泽雅这样的好男人 拿走送给你了 真的假的 那我可不客气了 好嘞 咱们切蛋糕 来来 切蛋糕 切蛋糕 我 我先切对吧 对对对 一 二 三 来来来来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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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大家玩得开心吗 好 多吃点东西 随意 来 我去一下卫生间 好 一楼的卫生间不太好用 你去二楼我卧室的那个 好 我陪你去 没事 没事 我又没有喝多 你们聊 你们俩聊 好 去吧 是吧 去吧 老板 我敬你一杯 先干为敬 什么情况 你二楼我 我以后啊 一定更加尽心尽力 为公司效劳 好事啊 你不是得多提拔提拔我吗 只要你好好干活 机会大把 好的 宁娜姐 我先去新主见 一会儿回来接着喝 好 宁娜姐 我敬你一杯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小雪 小雪 小鱼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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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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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雪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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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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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样 怎么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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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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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下雪 怎么回家 回家 回家 上雪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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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我想你 曾经我把你 当作我自己 曾经我问你 曾经我抱你 曾经我把你 当作我的唯一 泽雅 与你再续的怀里 看我满天过的星星 仅仅是谁 住进了你的心里 曾经 你这样不吃不喝的 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 忧悉你 人死不能复生 我相信 就算下雪再天有灵 他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泽雅 既然法医已经证明了 下雪是又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 失足跌下来 你就别再这么自责了 好吗 泽雅 放好了 你不吃啊 那我也不吃了 咱们都一块饿着 泽雅 你看在叔叔的面子上 下楼吃口东西 好吗 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该为叔叔着想 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经不起你这么知道 抱歉 抱歉 大四 子雅过来 跟你说几句话 怎么了 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也没和你说 我和雅如的事 怎么回事 你呀 错怪雅如了 雅如走的时候 只拿了她自己的东西 这么长时间了 没提过任何要求 我找了她好几趟 去跟她解释 人家连理都不理我 这哪像贪图 我们家财产的样子 你绝对错怪她 对不起啊 爸 关于你们俩的事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这样 咱们去找她解释解释 把她给请回来 真的吗 真的 好 那我先上去休息了 好 孩子 去睡吧 我先上去 我们可以进去吗 请 你呢 不用倒了 雅如 我呢 先给您道个歉 快做些吧 以前我误会你了 人这一辈子 遇到一个非常喜欢的人 不容易 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幸福 之前对你有所冒犯 还请你原谅 并且 夏雪她 夏雪 夏雪她怎么了 夏雪 前段时间从楼上掉下来 去世了 我爸前段时间跟你提分手 是因为我跟他打了一个赌 他对你的感情 我觉得你是知道的 我跟他打了一个赌 我 我还有一件事 你说 我要揭开你的真面目 什么真面目啊 我 你 看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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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就是你心目中的雅如 爸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你還在沉默什麼 下雪下的監控錄像我看過了 那個送快遞的人我也找到了 下雪的死跟你脫不了關係 那天下火下雪的 居然是你 妮娜過生日的時候 我之所以晚到 就是因為找到了一些線索 直到在檔案館裡找到了這份報紙 一切謎團都解開了 你說得對 也不對 哇 好漂亮的狗牌啊 我第一次看你下雪的時候 我就認定 他就是那個 搶走我祖父的佩君 他也是那個讓我祖母失去幸福 生動欲絕的人 我恨佩君 你眼人都看得出來 他一定來者不善 肯定是奔著你們家財產來的 他不僅長得像佩君 他還想破壞我的感情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心生怨恨了 沒想到 沒想到他也喜歡那些紅旗包 這是我的 他一定就是佩君的後人 我只想要屬於我的感情 我只是嚇嚇他 嚇 我查過當案了 下雪和佩君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你殺死了他 出來 子養 能住您 我之所以沒說這些事 就是考虑到你的感受 你那么爱他 他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走吧 则药 走啊 走 你去自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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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词曲 李博 在秋枝上面跳舞 摔白的脸带蜜柔模糊 泪眼褪散到梦的湿蜀 只有轮回的红色沙漠 泪眼蜜柔模糊 白月星无助 坠入净土 情不清楚 残词转世 与心追逐活着 纠缠 纠缠 是谁在回忆里哭泣 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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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秋枝上面跳舞 摔白的脸带蜜柔模糊 泪眼蜜柔模糊 推散到梦的湿蜀 混音 在秋枝上面跳舞 终于是谁在夜叶 存在的湿蜜柔模糊 沙漠 套沙漠